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台湾地区九合一选举的投票日 但是台中市东区新叶自由区的154个住户 却被建商要求 一大早到远在20公里之外的草岗城餐厅 参加第一次区分所有全人会议 许多住户都表示 新叶建设是存心找麻烦 最后也因为出席人数不足宣布留会 当然有意见啊 为什么他要选到这一点 有住户表示 新叶建设在自由区社区交污前后 发生一些工程上的问题 虽然建商嘴巴说要出面解决 想不到又一手主导住户大会 搞出了大乌龙 让住户们相当困扰 这个我很抱歉 这个我很抱歉 所以这个我在这里跟你道歉 其实关张成我们就是每个住户 跟权益受到很大的影响 今天出席人数不满三分之二留会 下次只要五分之一就可以开会 住户质疑有人在恶意操控 背后可能有不良动机 希望建商能够多替住户们着想 保障他们合法的权益 记者陈文旭 肖酉金台中报导 好